昨天我在跟一个大陆朋友吃饭 他就跟我讲 他说其实台湾决定要花2000亿 买这个会就是主动攻击型的武器的时候 其实这是在释放一个非常不好的讯息给大陆 你在逼着大陆一定要尽早有动作 尽早有所做的 我听着觉得很有道理啊 台湾觉得说好棒哦 我今天没关系我们这个武器 花2000亿买这个我们就安全了 真的安全吗 你要想哦 今天两岸军力是急速不对称的 大陆军力很强 台湾军力非常非常的弱 你不要讲武器 你光讲士兵的训练 你光讲士气这件事情 你跟对象就完全不能比 你知道我昨天我还在看那个两岸的路边的广告 我看了就觉得这个到底怎么搞 大陆跟你讲的是我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跟你讲的是我们要保驾为国的决心 跟你讲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他会跟你讲什么 哎唱歌跳舞 跟你讲的是哎一个月 人家现在年轻的一个月零两万三 两万五 你重绝了一个月零三万 好棒棒 就是我们两边的那个吸引点都不一样 诉求点都不一样 你就不要讲说今天到底两边的军力的状态是如何 训练是如何 你看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例如是不对的 然后你买了一个这样的武器 释放了一个这么糟糕的讯息给对案的话 你觉得我们也不在挑战